中共聯合力艦B軍演後 距離台灣本島最近的福建平潭島 展開實戰射擊演訓兩天 緊接著中共遼寧艦航空母艦編隊 22號晚間穿越台灣海峽 共軍一連串的行動代表什麼意義 其實這整個一系列 都是它的戰略持久 也就是用持久戰 來消耗我們的國軍的這種精神或心理 一旦要武力奪取台灣的話 它會用一種速戰速決的方式 它現在正在通過台灣海峽 沿著中線以西然後北施 我想我們都密切地掌握當中 有專家分析 中共聯合力艦軍演AB的差別 力艦A是包圍 B是封鎖 還分成了長封跟短封 假如台灣港口真的遭到封鎖 國軍能撐多久 國防長落狠話說這是戰爭行為 它真的要進行所謂的 如果還講的所謂的封鎖 按照國際法的規範 這已經是死同一個戰爭的行為 這個影響是非常非常嚴重的 國際也不可能做事不管 個人認為撐不了多久 因為當遼寧艦已經到西太平洋 那我們還有沒有能力 在花蓮這個地方開闢一個安全航道 在聯合力艦AB軍演後 藍尾追問國防長力艦C的軍演 難道要攻打台灣 聯合力艦C 你覺得會是什麼樣的一個態勢 就像它這一支聯合力艦B 它所要演練的這個範圍 在我們看起來 它也不一定有把它全部操演完畢 如果萬一有C 會用什麼樣的模式來對待台灣 我們不勝高衝突 但是我們要隨時保持緊缺 敏感時刻 國防部推全民國防教育 召集各縣市的總子教官 台北市警力已經出現短缺 但警政所還要調訓962個疫警 92個警察 甚至連替代役都要調訓 要去處理戰術傷患照護 為何如此緊急 感覺要打仗 這個農業部 講說農糧乘七個月 經濟部 這個原油或者天然氣 乘11天 在在的顯示準備要打仗了 全民期待和平 更沒有人願意去成為美國的戰爭馬前卒 如何謀求最大和平 執政者得多傷腦筋 記者張正銘 王志涵 台北採訪報導